听众准备们,大家好 今天为大家准备了诗篇 47篇 我相信不一定这是大家很熟悉的诗篇 希望今天 我们从中可以学习到一点的教训 所以有圣经的 请大家翻开诗篇 47篇 可以跟我一起来读 准备我们一起来读 第一节 万民呢,你们都要拍掌 要用夸顺的声音向神呼喊 因为 耶和华至高者是可谓的 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 他叫万民伏在我们底下 又叫列邦伏在我们脚下 他为我们选择产业 就是他所爱之雅各的荣耀 神上身 有喊声,有喊声相送 耶和华上身 有脚声相送 你们要向我们王 因为神是全地的王 你们要用悟性歌颂 神作王 神作在他的圣宝座上 第九节 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 得到力量 可以每天在我们生活当中 显出你的美善 让你得到荣耀 也显出你是我们生命中的王 感谢你 感谢你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按照 按照犹太人的传统 他们在他们的新年 会使用这首的诗篇 但是我也想也交代了 他们的新年 不像我们一般的 无论是中国人的立法 或者是西方的立法 都是在1月1号 或者是元旦日来举行的 他们的新年是在7月1号 在他们的言语 有一个名称叫Rash Hashanah Rash Hashanah 也是叫吹脚日或者吹脚节 就是来庆祝他们的新年 所以诗篇 47篇 其实也是新年之歌 新年之歌 既然讲到他们的立法了 也许我就也很简单的 来交代一下 犹太人的立法 基本上是可以有 7个节旗 就123是一组 那第四个就很分别 就出来的 然后就到那个5、6、7 又是一群的 都是在7月举行 所以1月份 就是有月节 去教节 然后就初俗节 有三个节旗在里面 都是差不多整个月都是在庆祝 然后就在3月 就有他们的五旬节 五旬节当然的意思 就是在初俗节之后的50天 这样来庆祝 然后就到7月份了 到7月份 就是也是整个月了 差不多从那个1号的新年 那个吹脚节 然后就10号的赎罪日 或者遮罪日 然后就到15到21号 这是祝鹏节 就是他们的立法 所以再次说 他们会用 在他们的新年 会使用诗篇 47篇 所以诗篇 47篇就是他们的新年歌 这诗篇的47篇 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标题 就是河拉后裔的诗 加以灵长 再说 加以灵长 但是就是用来唱的 灵长 然后唱他们的诗班长的 河拉后裔的诗 当然河拉后裔诗 不是就是一个人 可以说不同的人 他们都是河拉的后人 就河拉的事情 今天我也不会跟大家来交代 但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 可以就看 那个民宿记 16章 17章 就提到 可拉的悲剧 但是呢 回到那个诗篇 河拉后裔的诗 之前我们也 讲过几首 就是从 42 42开始 就 当然 上个礼拜我也提过 42 43 应该是以前是 同属一篇 到后来就把它分开了 就 一直到49 然后就 到84 85 然后就87 88 我们曾经看过的就是88 就42 43 然后今天我们看47 就之前我们看过了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标题 就是说 河拉后裔的诗 加以灵长 但是那个背景 背景就没提 但是很多的人 都有点 那个猜春 也是可能是因为 这诗歌就是在他们新年 来使用的 他们就相信 很有可能 当时的背景 是 那个 索罗门县殿 就是当时的背景 当然那个 索罗门县殿的故事 就 在 历代之下 第七章 有记载 就 也许我也简单的 来交代一下 那个历代之下 第七章 的一些 我觉得是重要的 事情 当然之前讲过了 就 那个情景就是 索罗门县殿 很有可能就是在 那个7月的 1号 就是他们的新年 那个时候开始 然后就 一直有不同的 的一些节气 包括那个 折罪日 包括了 祝福祝节 所以一直他们庆祝到 就到那个23号的时候 那个 索罗门才 让他们走 然后就在同一天 那个晚上 就是在 7月23号 的晚上 神就向 索罗门 显现 这个 事故了 就记载在 历代之下 第七章 13到15节 神的显现 提到一个 可能的 一个情况 而且 一个怎么样 也只是 一个化解 的一个 方法 所以 什么可能的 情景 发生呢 就是 他说 神说 我若使天 必塞不下雨 或使蝗虫 是这地的土产 或使瘟疫 流行在 果明中 那当然 这个一看 就知道 是讲到的 就是汉灾 讲到 虫灾 将病灾 就 基本上就是 天灾人祸嘛 就是 遇到这个 情况当中了 无论这个是 神允许的 或者是因为 特别 不同的原因 神要降灾 给 以色列的 给 这个民族的 这情形 怎么样可以 处理了 怎么样可以 化解了 神同时 也告诉 所罗门 他会 让他们 可以脱离 这个情况 但是有一个条件 就是 这 称为 我名下的 子民 简单的说 属神的人 看自己 是神的 子民 这些人 若是 自卑 祷告 寻求我的面 转离 他们的恶行 所以 这个很清楚 看到这个情形 就是 为什么有这样 事情发生在 他们身上 或者是 为什么有事情 发生在 神的子民 也许是因为 我们的骄傲 也许因为 我们没有 依靠神 也许我们是 犯罪 得罪 得罪神 所以在这个 情形当中 神就 呼吁 如果我们 可以愿意 自卑 祷告 寻求神的面 转离 我们的恶行 的时候 神 就在 有这个 应许 他说 我必从 天上垂听 顺免 他们的罪 一致 他们的地 我必睁眼 睁眼看 却耳听 在此处 所现的 祷告 这个就是神对 所罗门的 做一个王 一个王 或者应该这样 做那个 全地的王 天地的王 至高的王 就给 以色列这个王 的 这一个 的 应许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 就是 那个诗篇 47篇 所带给我们 这个重要的 一个信息 如果 你可以 就是 随便 就 读一读 你就看 发现了 有 诗篇用了 不同的名称 来称呼神 无论是 在第二节的 至高者 第二节的 大君王 在 第六节的 我们的王 第七节的 全地的王 然后就 第八节的 神作王 就 当然 都是 讲到 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 或者很清楚 的一个信息 的神是王 而且那个王 不单只是 本地 一个小小的 一个王 不是那个 我们的神 也不是一个 本地 一个小小的 一个神 而是这个 全世界的王 全世界的神 我们的神 就是那个王 所以 当然 这很自然 我们就问 那怎么样 向全地的王 这样来 来回应了 如果你继续看 那个诗篇 你就看到 武士 诗人提到 用到 歌颂 这个字 都在 第六节 第七节 所以你们 要向神 歌颂 歌颂 向我们王 歌颂 歌颂 因为神 是全地的王 你们要用 悟性 歌颂 一口气了 讲了很多 就关于 那个 我们怎么样 对神的认识 我们怎么样 来回应 我们的神 诗人好像 就是 讲了那么多的时候 就 做一个休息了 他就有一个 你发现 在经文当中 有一次 用到 希腊 希腊 当之前也讲过 就是好像 这个休止符号 就是一个暂停 就是把 一节 跟 跟着的一节 就有一个 暂时一个 暂时一个 停顿 所以 从这样的理解 就是 这个也是 希腊 给我们一个 可能的 一个可能性 就是把 两节 把它分开 就 诗篇 四七篇 只有九节的经文 一个的希腊 所以 我会这样来 把 诗篇 四十七篇 这样来 作为一个分段 第一节到 第四节 我会 这样给一个分题 就是万灵 向全地的大君王 朝拜 然后第五节 到第九节 就是列果 向全地的大君王 歌颂 那另外了 就 剩下的时间 我希望把大家的注意力 放在第五节 第五节 就是 神上身 由喊身相送 耶和华上身 由脚身相送 其实在 因为疫情的缘故 我们 最近 在基督教里面 最少有两个 两个节旗 因为疫情的缘故 我们不能做到如常的 这样来庆祝 当然有些也不一定是我们会庆祝 但是就是 最少是我们 因为往上的 都只能是在往上来 敬拜 所以我们都没有 特别一些的如常的 来庆祝 好像什么了 好像就是 在 4月5号 那个中之节 那个Palm Sunday 当然 纪念 耶稣骑驴 进入到耶路撒冷 就开始了 他在地上 最后的 一个礼拜 然后在 4月12号 就是 很多人都认识的 那个 福活节 今天也是一个 很特殊的情况 我们就 也是只能在 网上 来纪念 纪念到 那个 福活节 但是 明天 明天就是 5月21号 就是 在教会的传统 叫 升天日 升天日 就是 耶稣 福活之后 第40天 他就被 接到天上 然后就 门徒 亲眼看到 主的 被接 然后就 同时间 也有使者 向 门徒 宣告 说 耶稣 他怎么样 被接升天 他也会 怎么样 回来 所以 一个给我们 很大的 一个安慰 就是说 我们的 主耶稣 不是就是走了 他 还会回来 这是给我们 很多很多的 这一个 安慰 来通知 鼓舞 然后在 5月30 31号 就是 福活节的 第50天 就是 我们一般 这叫 五旬节 当然 我们也不一定 那个时候会 那个 禁句令 可以得到解封 有可能 我们还是需要 在网上 这样来敬拜 我的意思是说了 就是 有些节期 我们就 就过了 有做过了 都没有 特别的 这样来 庆祝 但是了 但是了 这也是 按照 那个教会的 传统 教会会在 耶稣 升天的 那一天 也就是 复活 之后的 第40天 会使用 这一首 诗篇 这是 诗篇 47篇 这个箭头 我再放在那边 就是 升天日 就是 其实这个 所属 那个叫 复活期 那个期间 其实基本上 教会年 那个 那个年日 年期 年历了 就是分开两部分 一部分就是 说到 复活期 然后就 到那个 将临期 将临期 就 一个是 纪念到 耶稣的 受难 复活 一个是纪念到 耶稣的 出生 其实两个都重要 两个都重要 但是我想我们现在 很容易的 都会忘记了 都很容易的 就是看 每一个节期 好像就是 任何一天 就是我们已经失去了 好像 那种的期盼 就是 纪念 只是 好像 很容易 只能 记得 一个 婴孩的 在马朝的 耶稣 却 好像我们 失去了 那个耶稣 不单是 为我们死 为我们 复活的 而且同时 也是升天 将来要回来的 那个主 所以 诗篇 47篇 对于我 就是 带有 那个 很重要的意义 就是 提醒 提醒我 不要忘记 我们的主 已经升天 而且他 会回来 他会回来 这个图表 我想我不需要 太多时间 用任何时间来解释了 基本上 就是提醒大家 就是 耶稣 已经升天了 而且 也是 很清楚的 宣告 也是 他的允许 他会再来 他逼 坏来 这好像我上个礼拜天 在 的信息 讲到 主必快来 当然 我们应该怎么样 来准备 诗篇 47篇 当然已经提到两个 一个就是我们要敬拜主 我们要歌颂主 是的 这个是重要的 为什么你们不要忘记 就因为 无论我们现在 在 疫情的缘故 我们只能在 往上敬拜的 缘故 我们很容易会失去 那种的动力 我们很容易会 失去 那种的激情 来继续的 来敬拜我们 主 我们很容易的 就好像 因为 所面对的情况 好像 一种很无奈的情况 我们失去了 要 歌颂 我们的神 那种的动力 所以 弟兄姊妹们 继续的 要学习 在 不管在 任何情况当中 我们要 敬拜主 我们要 歌颂主 而且在 他还没回来 之前 我们让我们个 耐心 等候 等候他的再来 愿神 赐福带家